最近英國有研究指出 看一部恐怖片 相當於走路半小時所消耗的熱量 可以達到減重效果 究竟真的有效嗎? 英國最新研究發現 觀賞恐怖片也能減肥 當觀看一部90分鐘的恐怖電影時 會造成呼吸加速、精神緊張 腎上腺素增加 身體所燃燒的熱量平均達113大卡 相當於步行30分鐘 而片子越驚悚 觀賞者心跳速率就越快 所消耗的熱量也就越多 但國內專家則對於這項研究保持保守的態度 最近看鬼客人能感到解決的效果嗎?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國內專家對於這個研究的看法 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國人介入的這個運動的標準是 每週要放數 然後也去參數之間 其實就是最終的用心加要達到 一般會實際上 所以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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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重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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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重的就是 少是多運動 但我們講就是 少是要 少有 少有 聽完了減重醫生 對恐怖片減肥 生理上的建議 讓我們來了解恐怖片對於心理又會有什麼影響 所謂恐怖片呢 會導致一些 自主神經的一些問題 那因為我常常 你當中的減重的話 也會導致 我們會引擎一些 心臟水管的問題 那甚至 所謂自主神經的混蛋 會有一種 會有一些 酷炎的事象 那晚上就不倒 那如果晚上就不倒 那如果晚上就不倒 你不然就是 一個環節就可以起來 一直吃東西 找東西吃 所以這些心臟反而會讓那個人的身上涉及會變多